哈啥 刚才路过这边这里面有几条大枣鱼啊 每一条估计都有三四斤 早就来这边上吃草 好大的草鱼在吃草 这里面的水很浅 不过这鱼是别人养的 不然我就用撒网吧抓住 下雨给菜浇水 浇水 好久没下雨了 每天都要浇水 不然这个菜要干死 上次这个包菜 撒种子的时候 每个坑坑里面撒多了 现在长了十几颗 要把它拔了 不然长不大 少留一点 把这小的都拔了 每个坑坑里面留两颗大的 两到三颗 只怕留一颗的话 有死了就没有了 有两颗 每个坑坑里面留了两到三颗 这边是一样的 这边种的是大白菜 也要拔 太密了 水浇完了 来到田里面排榨一下 鸡蛋 还有很多鸡不听话 不去鸡窝里下 到处乱下 哎呀不能了 多少 一窝一窝 你看 哦呀 你看 这么多 十几个在里面 这么剪掉 很厉害 掉出来的 这个就好了 我也有一个 一把土豆泥在里面 放到这里 再涨 不要紧 一个 一把一把 涨 一把一把 水倒得到 这边有五个 这里面又发现了一窝 这窝里 看见坏了 口口的看到吗 好臭 那里找到一个坏的 这坏的 这坏的 熟了 刮子 还记得的 好臭 你不要这五个 你不要这五个 要成胃 草丛里面 减了三十多个鸡蛋 要回去了 早上姐夫 晚上请你吃炒鸡蛋 不夹 把鸡蛋挂起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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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